大家好,我是兔妈妈,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是一个和淘宝加拿大合作的一个视频 双11的正日子马上就要来了哦 加拿大的朋友们,淘宝加拿大的专属福利呢,你都领好了吗? 第二波的时间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要不然错过的话就要等一年哦 时间呢,是多伦多的时间,11月10号上午11点开墙 到11号的上午11点结束 超多的福利和折客码等你来拿哦 有时间的话,蹲点这个加拿大直播间 淘宝本地仓一堆的福利呢,等你来拿 本期视频呢,比较长,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开箱双11的这个本地仓的一些商品 第二个部分呢,是双11的福利啊,红包啊 各种各种的省钱攻略 下面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开箱 这几天啊,陆陆续续的倒了好多的纸箱子 这些呢,都是本地仓的商品 都是从加拿大本地仓寄过来的 到我们这边非常快,两天就到了 其中呢,有我非常期待的蒸锅 我们先来开这个蒸锅吧 白底呢,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厨具品牌了 在这个做工和设计上啊,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每一样产品呢,我都比较喜欢 颜值高呢,功能全 这个电蒸锅呢,颜色呢,非常的漂亮 是那种浅绿色 打开呢,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方形的白色的瓷盘子 不锈钢的蒸屉 另外一个盒子里面啊,还有两个炖钟 里面还有各种的配件 这个电线呢,是单独的,它不是粘在机器上的 我们在收纳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电线放到锅体里面 便于收纳,比较规整 经过这几天使用的感受呢 就是感觉啊,它这个上气呢 比一般的蒸锅也要快,快很多 肉效能呢,非常的高 锅盖啊,比较严顺 锁水杏仁呢,比较好 各种食材呢,都设定好的时间 也不需要看火 就可以蒸好了 我最喜欢的呀,它是有一个预约的功能 晚上呢,把食材呢,准备好 放上水 预约早上的时候蒸 这样起床的时候啊,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早饭了 这个功能呢,非常省心 是一个早餐神器 这样我们早上呢,可以多睡半个小时 还有一个优点呢,它是方形的 蒸屉的空间比较大 比圆形的蒸笼呢,空间内容上面比较高 放在台面上啊,非常的好收纳 颜值呢,非常的高 复赠的这个方形的盘子呀 放一条鱼正好 也不需要买那种超大的蒸锅呀 来蒸鱼了 好怀念在国内能买到新鲜的鲁鱼和鲑鱼啊 我们这边买起来的话比较困难 这两个炖钟呢 可以分开同时炖呢,不同种类的汤 一家呢,如果人口比较多的话 冻的什么养生汤啊 比如燕窝啊,都足够用了 这个产品用下来之后呢 使用感受呢,真的非常好 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 如果有两层的蒸体就好了 这样呢,一次呢,可以蒸两层的东西 做包子馒头就更方便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淘汰不锈钢的蒸锅了 我看到国内哈,有这个双层的蒸体的款 但是电压呢,是220伏的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从国内再买一个单独的蒸体 或者呢,什么时候本地仓呢 有专门的这个蒸体的这个配件卖 这样用起来呢,就更方便了 接下来开箱这个盒子 这个呢,是一个紫砂炖锅 三元品牌的 是110伏的电压 这个容量呢,超级的大 有5升的容量 适合4到10人的家庭 我在国内呢,有一个慢炖锅 是紫砂的 做出来的汤呢,特别好喝 紫砂呢,炖出来的食物啊 确实是更有味道 它这个呢,是双层的紫砂的锅盖 更能够锁水 看它上面的这个功能啊,非常多 还可以煮这个柴火饭 这几天使用下来的感受呢,就是 这个锅真的是超级大 有这个预约功能 买这种小家电呢 如果有预约功能呢,就是特别好 适合咱们懒人 这个电线呢,也是分离设计的 这个比较好收纳 这个紫砂锅的功能啊,有这个12个功能 我是炖了一次鸡汤 非常的香浓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会有点塑料的味道 建议呢,先烧一锅开水之后啊 把味道散尽之后呢,再炖汤 之后再炖汤的时候啊 塑料味呢,就比较淡了 接着来开箱这个电火锅 这个电火锅呢,是直径的30厘米 分体式的设计 容量也是比较大,有4升 电压呢,也是110V的 使用感受呢,就是这个锅呢,可以满足4人以上 完全没有问题 它这个锅底呢,是凹进去的设计 正好呢,卡住这个发热盘 不会翻倒,还是比较安全的 把火力开到五档的时候呢,加热非常的快 比较适合集性子的人 颜值呢,就是非常的传统 但用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好用的 火力非常的猛 在咱们加拿大,苦寒之地啊 冬天非常适合吃火锅 特别是下雪的时候 外面赏着雪花飘 一样呢,不输海底捞 这个呢,是一个不锈钢的汤锅 上面说是意大利生产的 用的这个不锈钢呢,是手术刀级别的 它这个手把呢,有防烫的设计 这个锅子呢,还带一个附带的正书 做工呢,是非常的精致 这个不锈钢汤锅呢,是大小呢,是三升 直径呢,是二十厘米 接下来开箱呢,是一个 磨菲变形式的一个烧水壶 这个变形式烧水壶呢,非常的实用 它是一个宽垫一样的 就是一百一十伏到二百二十伏呢,都能用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电的地方啊 都可以烧开水 出产旅行的时候呢,特别适合带上它 以后出门的时候呢,带上它 再也不用担心,没有热水了 泡不了泡面了 它这个底部呢,有一个电线的插头收纳 收纳进去之后呢,就非常的整洁 还有一个布套子呢,可以套上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 它这个插头呢,它不太适合加拿大的插座 它需要有一个插头转换器 这个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 它这个盖子呢,是没有一个密封的作用 不能做一个保温壶来用 如果没有厚完,放到包里面的话 需要把水来倒掉,要不然会漏水的 还有就是,烧水的时间呢,比较长 不过呢,出门在外用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小小的盒子呢,里面装的是这个金层标签打印机 打开之后呢,没有说明书 是一个二维码,散码之后呢,按照指示呢,来装一下 就可以在手机上呢,进行排版了,打印了 这个颜值呢,还是非常高的 用这个东西呢,就非常方便 能够在各种的食物上贴上标签 分类整理 它还可以打条码 如果在家里面做一些小生意的话 也是可以用得上的 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实用 这个呢,是一个泡沫洗手机 打开呢,就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呢,是不挑洗手液的 嗯,洗手液呢,跟水的比例 一比四呢,就可以出泡了 现在双十一的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的 一百八十八呢,买一送一 不到一百块钱一个 现在是疫情期间啊 加拿大这边的疫情啊,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泡沫洗手机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以减少这个交叉感染 有了这样的神器呢,孩子呢,也更喜欢洗手 不是那么抗拒洗手 最后这个箱子里面呢,是良品铺子的这个 零食大理包,这次的零食大理包跟以前的呢,都不一样了 有很多种的口味 我一一的拆开呢,给大家看一看 有的东西呢还挺辣的,基本上我们也吃不了 适合口味偏辣的朋友们 大致上有这么多,我都把它拆开来了 我最喜欢呢,是这个瓜子儿 鸽崩脆,特别好吃 还有就是这个榴莲干,太好吃了 每一碗呢,我们就全吃完了 大家呢,可以试一试 零食这个我感觉啊,完全不需要从国内呢 买了之后再转用过来 这么多的种类,一定有你喜欢的口味 好了,以上呢,就是淘宝加拿大本地仓的一些产品的开箱 希望我对这些产品的一些使用感受呢 能够对您在购买的时候呢,有帮助 因为体验的时间呢,比较短 等以后呢,长时间使用之后呢 再会跟大家分享 下面呢,是第二部分 就是扒拉一下双食衣的这个正日子来了 都有哪些省钱的攻略呢 所以的福利呢,我们大概再来过一遍 首先呢,是这个时间 我把这个时间呢,都写在了屏幕上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千万不要错过哦 时间呢,是多伦多的时间 11月10号上午11点开抢 到11号的上午11点结束 天猫活动商品呢,买300减40 海量的商品呢,在打折 还有这个云养猫 天天呢,都可以抢红包 加拿大外卡支付免手续费 限量呢,买200加币减10加币 还有这个限量官方即用红包100人民币 一定要用哦 下面是这个,加拿大用户专属的权益 会员红包呢,高达499减80 这个要拼手气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专属优惠码 兔妈妈11,满299减40 还能够再省40哦 扫码呢,加这个淘宝官方公众号 淘宝在加国 在公众号的后台呢 回复双11 可以解锁第二波的专属优惠码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蹲点加拿大的直播间 有机会清空购物车 送iPhone12 还有这个限量的直播间优惠码 299减100 直播时间呢,我也写在屏幕上面 一个是11月9号 温哥华时间下午5点 多伦多时间呢,8点开播 淘宝带你解锁 如何在加拿大买淘宝 如何绑定加拿大银行卡 如何领取优惠等等 手把手呢,教您怎么买 第二波本地直发抢购直播间呢 是11月的10号 时间呢,我写在屏幕上 非常多的本地仓的商品呢 直播抢购 买起来的话更划算 好了,这一次双11的所有的优惠呢 就是这样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这里呢,兔妈妈呢 也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们要理性的购物 不要盲目性的购买 确定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呢,再购买 最后呢,祝大家淘宝购物愉快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